接下来这条新闻连我看岛屿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是什么呢 吴宗献爆猛料向来是不流行 这次中招的是潘伟博 大家知道潘帅的女朋友是谁吗 好像都不太清楚吧 献哥给我们爆料了 说潘伟博马上就要结婚了 往台上一站 潘伟博是不停的擦汗 你要问为啥 那当然是因为旁边站着新闻播报机献哥了 不不提然 这一次潘帅千房万房还是没能防得过献哥的嘴啊 红脸 我跟他讲红脸潘伟博最有可能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对 结婚 为什么 我一定知道一些事情 我一定知道一些事情 虽说这口无遮拦让献哥吃了不少的贵 得罪了不少的人 但是还是挡不住这想说出口的心啊 不过献哥这一次你要是瞎造谣的话 我们可是绝对不答应啊 我觉得应该要了应该要 对啊 这是一种feel 你看那个郭富城突然间陷入热恋 也是应该的 好在人家潘伟博天生大度没跟你翻脸计较 二要说起潘帅的大度量 其实从另一件事中也可以亏欠一二 这部韩国歌手Ring的演唱会海报 就被指抄袭潘帅早前专辑封面 潘帅不仅没有生气 反倒是替Ring说起了话来 没有谁操谁的 只是希望音乐可以更好 多一点幽默感 如此大度又会做人 又有才华的潘伟博终于有了主 小编忍不住在心里默默送上祝福 不过献哥口中的潘伟女友到底是谁呢 新年许下的新愿望 就是要看到潘伟博的女朋友 新年在台北采访不到